第244章 科长弊案 上 而各有知各班高官或者在之前科长舞弊做得太顺手 而且身后还有东宫之旅的大主旨做靠山 所以关注明显不够 竟然没有看出什么明显问题出来 2月22日 道路两边的春枝渐展 市上边的小鳥吃宽吃堆 正是喜事盈盈的春枝佳池 地处京都西侧 距离太阔吾远的客栅里 在等消息的各地学者都心方方地退却在楼下 所以这班学生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心饮食 将心思全能放在打听消息上边 一位山东路的学生虎笑着拧出拧头 他说到 唉 没份的了 估计今次也是不行的了 戒林兄何出此言 唱他旁边的那位学生面色微黑 正正就是那位在考院之上 和范贤有个目光对视的杨曼里 他来自泉州 常常都在海边谋生活 所以和那些出身富贵 前半生一直都在书堂里面度过的 才子书生一点都不同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心情也极为放松 从桌上夹着花生在那里吃 一边咬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到 戒林兄啊 此乃山东路的出名人物 一手策画写得精彩至极 前几日大家看过之后都赞口不绝 至于小弟本来就不善于此道 文字功夫又不得 虽然自信管一个院也是足够的 但是肯定就没什么可能上榜了 这位陈佳林是来自三东路 今次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会试 他苦笑着压底八声地说到话 这些事情 难道你我还不清楚吗 每一次课举拿的人借得这么多 潮中大员托几个 公众订几个 泰学那边又拿几个学生 好像我们这些外地的 或者在乡下就是这些名气的 但是在这个经中又算得是什么 就算朝廷想找几个有才之人做陪亲 用来塞住天下侍子把口 又或者有大把个侍子名士可以选的 就算怎么轮也都不轮到我们的头上 走态之上 另外一位读书人面容清手 看上去也不是有福之人 或者是喝多了 空中又有抑郁不能发 所以说话也都极为大胆 他肯笑到说 佳林轻的说法就没错了 我看这次科举 日后都还是不要再考好了 非是你们两个 也要浪费这么多银子 走过来做路费 什么狗屁会是 不过就是朝中的那帮高官 和自己选狗吧 成佳林面容一样 吞接着就微微一惊 他劝道说 贵常卿 小声点 趁间被监察院的物探听到 不要说你和我的仕途会碰 连身家性命都会有问题 这位贵常卿 姓侯 也是一位不喜欢权贵怒子的怪人 虽然说在经中博有才名 向来都和贺宗伟齐名 但是因为他那张吏嘴 生成这样的样子 所以一直也有点落幕 这个时候 听到有人这么担心的话语 不由得吓吓大笑地说到话 哈哈 监察院虽然恐怖 又有什么可能看得起 你我这种小人物 他们如果真的这么厉害 做什么不可以监索科场上的弊案 杨曼里拧着拧头 他说到 监察院虽然口碑一向极差 但是在监督自利之上 确实是极有好处的 口碑上摆了摆手指 他说到 哎 这么说你就不对了 官家哪里有清白的人 如果既望于监察院 那岂不是与虎茅皮 杨曼里就反驳到说 官也是读书人里面选出来的 便可能全部能都是坏人呢 我看 一时之间 他竟然在京都出名的官员里面 找不出一个以称名著称的人物 不免也有点不开心 等了一会之后 忽然之间眼前一亮 他说到话 我看太阳凤证范大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官员 他旁边的两位朋友自然知道杨曼里在三日边夹带 被小范大人发现出来的事 不由得齐声取笑到话 哎呀 原来叫你考完 就是好官啊 这位好官真是简单了点了吧 三个人又笑了几句 走也都漸漸上头 不免就开始小声地 带起朝廷里面的迷端 又扯回去之前 如果监察院真的设查弊案的话 这个科长风气 或者还真是有可能好转 正在这个时候 忽然之间 听到客棧之外一阵圈蛙 三个人好奇地站起身 看你有一点视纸 在外面狂起地大喊道话 科长弊案发 礼部尚书各有志 夺迹入肉啊 哼的一声 春雷在京东的上空炸响 一阵清新的春雨 洒向客棧之外的学生身上 嘻嘻疏疏的雨点 落在客棧的四周围 伴随着雨点 时不时还有一道春雷响起 那班学生似乎都呆住了 傻疼疼地 夹在客棧内外的西域里面 这条行是外地学址 赶经附考的聚集之地 所以人数也极为之多 而在之前那一道喊声之后 人群马上就陷入了一种 很奇怪的沉默之中 等了很久之后 才有人回过神里 向之前喊话的那个学生围起身 好一阵扰扬 中雨就好像炸开了一样 七嘴八舌一样 向着问究竟发生什么事 口归上 扬斑你三个人 边上边也流露出激动的神色 竟然强压着内心的冲动 走到篮杆旁边 听着众人的对话 第245章 科长弊案 中 文化的人太多 答话的就只有一个 交了半天 三个人才听明白 原来昨天 监察院一处 竟然动用了想百名物贪 躬着五路 直撥向城南各府 而有四路竟然去了另外四处的宅旨 组织了四名江南里的学子 由于动作极为接快 所以消息才被掩盖了整晚 直到祖朝之时 皇帝陛下才淡淡地说道 他应班指令监察院 长查本次的科长弊案 朝堂之上 马上就进入了马宗混乱入面 这个时候 词卫大臣才知道 为什么礼部尚书郭友知 会冒际在队伍之中 而戴森深处 真正一片平静的 赤德宰上大人 护部尚书 当然 还有那位 没有上朝的监察院 陈平平大人 这个时候 监察院的行动 极快极准 尤其是足过四名 江南才子的队伍 当场就收出了 他们和某些官员来往的书信 仰郭友知苦衷 更加就查出了 数目相当惊人的银两 他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 这四位江南才子哭的入面 全部都是一方强好 竟然有三家严乡 这次入境赶校 攜帶了大量金银 打通了很多条路 终于投入了 郭尚书的门下 郭友知这个时候 已经进入了监察院的大路 而那四位江南士子 亦都是虎丢丢的 成为了监察院的座客 监察院四处 更加就是重寻入起 便开始令江南分布 着手捉人 无必八成铁案 因为名义上 这四位江南士子 是买通了春围总裁官郭尚书 但是实际上 大部分的银子 竟然是递入了东宫 所以 这一宗案最后的背景 是太子 当然 这些细致上的事 自然那班学生 是不会知道一师一毫 即是知道 在雨中通骂郭尚书 竟然连可怜的老角的老母亲 和他的儿子都没有放过 陛下这一次 撤查科长弊案的决心 看来是极为之大 除了礼部之外 至少 还有十几位官员 因为这件事 而被停职代查 据江湖传闻 之所以这一次查得这么快 做得这么准 全部都是因为一份黑名单 那份名单上 写着这一次春围 和朝中官员勾结了士子的名 监察院由士子着手 反推而索 成效就极为之佳 后櫃尚有一点震惊的样 从栏杆旁边走回到酒台 他起酒杯一饮而尽 似乎就不觉得酒水的身辣 又言出神地说到说 啊 猜不到啊 真是猜不到啊 什么猜不到啊 杨万里和成佳林两个人 也都没有从你一种 惊天的消息里面 回过神里 下意识地问到说 没有想到什么 侯桂尚哈哈一笑 重重地一拍桌面 他说到说 没有想到监察院出手 如此之准 如此之狠 竟然可以教得到 至朝中贵人于死地的名单 他拿起酒壶 和两位朋友斟饭酒 举杯双腰 满面兴奋地说到话 来来来 我们敬监察院一杯 干汉 杨胜二人 哪里有其他话说 兴奋到举杯而饮 这个时候 客棧之中 全部都是兴奋的年轻学子 向他邀人同饮 庆角观场 即弊已久 虽然谁都知道 不可能单单靠捉住一位礼部尚书 就可以完全改变这种局面 但正所谓 万里之行 始于足下 只要陛下真的发现了问题 愿意解决这个问题 这帮年轻而有朝气 甚至可以说是单纯之极的读书人 他们都相信 庆角的未来 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一点 等了很久之后 酒意渐渐上头 杨曼里蒙着双眼 那些傻傻地笑着说 真是痛快 就算这一次不中 但是 我们身逢这一次 惊天之时的发生 就算痛快再一轮了 城佳林喝得少一点 人也是最清醒 他对于仕途 也都向来热冲 在一些迟疑地问到话 既然这一次科长弊案已经揭开了 那这一次春围会不会重新再考 不会 相反 在几湖走落土之后 青寿的面上边就显得平静了起身 他的双眼也都变得极为之清亮 这个只是陛下的一次警告 而且 这件事 有个先例 十二年前 天下初顶 春围也都有事变 当年 斩了十四位礼部官员 但是春围的成绩 依然照常发布 这些 和官员有艳的学生 被随名 由后边就补了上来 那 那我们 起不时 不就有机会了 杨曼李傻傻傻傻地笑着 本性善良的他 那问题也都很简单 三甲 只是有点名额 让那些 行上了邪门歪道的人兄 被随名 那我们的机会 不就大得多了 侯贵尚冷笑道说 如果不是有更贵的贵人 也都在做这件事 各尚书 只不过是一部大臣 哪里敢 在这个各支大典上 动手脚呢 那些贵人 要补的学生 只跑会更多 只不过 选了四个严肃的儿子 于大小 又有何保呢 另外两个人心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言如此 不免自己也有点黯然 等了一会之后 杨曼里忽然之间一拍桌 他笑道说 无论如何 也算是一件痛快的事 去年 经入边 最轰动的 就是那场燃止 逼着长公主 回到信仰 今年最轰动的 恐怕 就是这一份黑明灯 居然 监生地牵回了一个当朝尚书 第246章 科长弊案 哈 成佳林 面有休息地说道 等明天 衣甲出来 才再讲呢 侯归祥和杨曼里 知道她的性格 对这次春围 依然抱有幻想 也都没笑着 不去理她 她说道 我要去将史善立那个死仔 从床上拉起来 说一句听这个好消息才行 杨曼里笑道说 记得叫她买点食物 清彩 真是精彩 扮闲淡了一旦 王啟年带过来的纸 心直大悦 林婉姨抢她的隔离 有点担心地说道 你不担心太子哥哥知道 是你告发的弊案 今天被父亲重重地 分析了一餐饭闲 破天荒地被禁了足 也只可以老老实实地 在府里面 她知道 这件事做得确实过于荒唐 当然 如果不是事先从院里得到消息 知道皇帝陛下 今年准备杀鸡警候 幻咸也不敢来做这个污点证人 和满朝文武为敌 其实那份名单也不算是什么秘身 幻咸手上有几张纸条 那些座司和体调 哪个没几张呢? 但看这种光明正大的弊场声势 就知道庆国官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也正因为是这样 这次监察院查弊案 才会出乎所有人的医疗 一时之间也没有谁 会事先怀疑到饭闲的头上来 听世纪法文 饭闲面上露出一丝 莫名的神色 她说到 替各位太子哥哥的胆实在太大了 手段有太史 这个满朝文武也是大群 胆大包天的糊涂蛋 春围弊案是何等大事 既然搞到天下皆知 就算我不告法 如果陛下要查的话 难道他们还想换得住? 圆儿从皮斗那里爬了起身 静静地望着她的臉 相公啊 以后不要冒你的险了 世上是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如果被人知道这件事跟你有关 那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就这样吧 范闲又说了一个 妻子听不明白的超皮话 她微笑着说都说 就算知道又怎样 愿意叹出口气 深想自己的这位相公 知书达礼满幅诗话 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沉稳 但谁也说不准 她什么时候 她会做出这么颠狂的事情出来 范闲知道妻子担心自己 她静静地说道 这件事关键还是宫中 科举是什么? 是陛下为了自己收拢人才的手段 前朝有位皇帝曾经在科举的时候 吓吓大笑 说天下的英雄从此进入我的网中 陛下可以容忍朝中的官员 用科举的名额过来换取财富 但是就不可以容忍所有的名额 都被用来换取败义之财 更何况太子和大王子都在这件事里插了手 在我们的皇帝酷寇 undert透 就无法不问退败了自财めて 自己这两个子到底想做什么 袁而有些听不明白地说 在讲述自己日后在朝中的势力 霖下可以指出 dass 你栽培自己的勢力做甚麼? 大王子是個領兵的人 在朝中要這麼大的勢力過來做甚麼? 林婉儀撫笑著說 那太子哥哥呢? 他是一國儲君 培養人才倒算是講得過去 畢竟將來他是要執掌國朝的天子 以往在東宮聽太父講課的時候 太父也曾經講過 東宮不能無謂、不具留言 率先準備一些神旨以備將來之用 這樣才算是真正的赤中 天子家的效義 范閒領出領頭 路出淡淡饑誤的神識說到話 太父的文章大約是好的 道理肯定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當今陛下身體健康 東宮這個時候就開始培養自己的人才 陛下就沒辦法不問自己一句 太子難道急了嗎? 臨遠兒倒吸一口涼氣 發現這件事確實是這樣 他聽著飯閒繼續微笑著話 所以或者 陛下可以忍一時 不可以忍一輩 可以忍百官 就不可以忍自己的兒子 如果陛下一直不想就算了 但是只要開始想第一個問題 就沒辦法控制他懷疑很多事了 所以整頓科長閉案 就成為了自然之事了 臨遠兒把頭壓在他的懷裡 吹吹聲說 其實這些事情說起來也很簡單 如果我願意想也都想得明白 為什麼太子哥哥他們想不明白呢? 不是想不明白 就是太子本身就已經開始有不安全的感覺 飯閒想到年初的時候 皇帝陛下被收回成年王子的思想 那天邊含著個心意 就連飯閒也看不明白 想到無論是太子還是大皇子 都是些經歷不安 所以這次科長之上 才會伸手伸得那麼長 臨遠兒嘆了後起 她說到話 我都不求相公能夠瘋狂烈套 只求可以做一個少爺的後爺就好了 這些事實在太麻煩了 飯閒笑著應都說 富貴閒人,顧我所願也 想到賈寶玉的那個外號 她接著說到話 即是有些事情看不關 肯定就會多事 誰叫我和我父親大人的名字 改成這樣呢? 見到她打趣自己的老爺 臨遠兒也忍不住 嗤一聲笑了出來 停了停,她又問到 父親那邊應該沒問題吧 第二百四十七章 與中訪友,上 放心吧 父親當日柳夜就去了一趟上府 樊閒又說回最開始的那幾個字 然後另張另頭,讚喊到話 所以我才說 監察院這件事 扮得很帥 你看看 最近落網的這些官員 除了各尚書之外 包括東宮 書物院裡也有人落馬 外府那邊雖然抓了一位有侍郎 但畢竟沒有雙筋動骨 這種分寸感 如果不是浸淫官場幾十年的老手來辦 的話 絕對就不會掌握到 這麼爐火純青 臨遠兒笑著問到 這樣很難的嗎 發閒的手指 從妻子的黑髮之間梳過 小聲回答到 好難 你要那些勢力痛 又不可以整死他們 免得陛下不好處理 這番話說完之後 她的眉意之間 就流落淡淡的休息 心思如法的怨疑 抱緊了相公的肩膀 很關心地問到話 做什麼 樊閒另了另頭 想把心裡的那些憂鬱 放出去 我本來以為 這次結弊案 一定是瞞著天下人 所以才做好了 打硬仗的準備 沒想到 監察院把她掩護得這麼好 不過 你說得對 這個世界上沒有水泥牆 怎麼都會讓東宮知道 我和監察院之間的關係 而且 慶國入面瘋的人太多了 這個時候 我還在擔心 那個瘋了的壁佬呢 陳萍萍 林婉儀馬上就知道她說誰 但是就並不清楚 相公除了告發弊案之外 和監察院那個恐怖的情報組織 還有什麼聯繫 所以也有點疑惑 這個疑惑太過強烈了 甚至掩去了水泥牆這個這麼新鮮的詞 范嫻笑了笑 並沒有把這件事完全說明白 就是細細聲地說 可只是擔心 陳萍萍從一開始 就沒有想到要瞞著這件事 她敢? 每一個小女都喜歡自己的相公 是一個充滿正義感的英雄 所以范嫻這次暗中告發弊案 雖然林婉儀是有點擔心的 但我內心深處 全部都是滿足和驕傲 看到這個時候 看到陳萍萍要把相公 往到世人面前 就想到那種危險 她嬌驅一陣 郡主之氣就大作 她能哼一聲 講到話 我明天就入宮殷太后 范嫻哈哈大笑 她安慰到話 陳萍萍就算托我出來 此怕也不是打什麼壞主意 林婉儀就聽不明白了 范嫻就很清楚 這個是一個好機會 在夜宴司會之後 如果想在慶國百姓之中 牢固地樹立自己的地位和名聲 這次揭弊案 模擬就是最好的機會 我照被介老師曾經說過 既然老媽之親密戰友陳萍萍同志 一直都不甘心自己做一個內富的副家翁 在這裡要自己掌握監察院 這樣我照傳說之中 陳萍萍的性格 藉著春圍弊案一事 令自己在暂時之間約出眾生 也不是沒可能的事 但問題就在於 得到的和失去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這一點 范嫻也沒有什麼把握 在床上爬了起來 在窗外邊漸遭的細雨 這個時候才發現 視診已經接近精悟了 視機竟然和妻子在床上前面了大半天 不免又甜甜地笑了起來 即是笑容中有些疲憊 這次揭弊案一來是因為自己確實可憐那些 真有才學的士子 二來就是不服氣那些王子 將自己當成繩地拔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想最後試一試陳萍萍 范嫻就離去北齊 所以他就必須要清楚 那個實力恐怖的監察院老人 對自己究竟是如何動的態度 同時他也想看清楚 那一位躲在老人家背後的狗悟之鑽 對自己究竟是如何動的態度 態度決定一切 而態度也決定關係 態度也可以揭示歷史 可以揭示自己的身世 范嫻微微地看著雙眼 透過落印著老媽之氣色的玻璃窗 看著天上哪個烏雲 學得慶覺的一切 就好像一道很有趣的腦筋急轉彎 而自己似乎一直走向 無限接近真相的道路之上 或者目標已經很近了 凡夫之外 微濕的長街之上 一架沒有標記的馬車 正安靜地停在那裡 忽然之間 一個人影從裡面 好像一塊樹葉般飄了出來 就離落到地面的時候 油長在車延上面一搭 整個人就已經轉入了馬車裡面 范嫻的屋友剛剛坐在椅子上 就開始發話 走! 騰志京從架細胃那裡看了少爺一眼 虎少爺說 少爺 小聲一點 如果老爺知道 兩禁足的時候還出門 會教訓小人 范霞就笑得更加苦了 再不趕快走 不單止老爺要拿棍子來搏我這個不孝子 就連你那位溫柔的小奶奶 都要拿條繩過來綁我 這個時節 京入邊真是人心旺旺的時候 禮報尚書各有志 被捕入獄的消息 即是用了一個時辰 傳遍整個京都 但凡和春圍案有關的官員 都坐落不安地留在家裡 幾驚一會之後 監察院的密探就會過來敲門 然後就客客氣氣地請自己去喝咖啡 不是,是喝茶 而范霞身為閉案的關鍵人物 甚至內情的鮮男白范健 和神君主更加不敢放他出去 所以他亦只可以偷偷地撩出去 他彈傻氣說道 唉,藤大,好在少爺我 在京都裡面還有你這個心腹 如果不是的話 就連出趟門都不容易 一隻搶他身邊的黃啟年 蕭蓉明顯變成醉夫的那個 他鼓起泡塞地說道道 大人,下官一直很努力地 想成為你的心腹 范霞嘻嘻大笑 黃啟年,你應該去趕上升 第248章 雨中仿有,下 馬邊一響 那架黑色的馬車慢慢向前走出去 而車輪顏過街道上面的水淋 四周圍的青樹被雨水一洗 更加就顯得清暖 向馬車的後面 有幾個鑑柴員的蜜探 著各式的雨具 圓圓地吊著這架馬車尾 他們全部都是啟年小組的人 專門是負責范提斯的安全 如果朝中的官員報仇 那怎麼辦? 我們這裡的人手有些不足夠 黃啟年是知道 范提斯和院裏做到什麼事 所以也有些擔心 范霞微微一笑 但裏面的寒意一言 她說到 現在又不是當初 我們要去的地方 又不是牛蘭街 盤觀就要看一下 除了那個瘋婆 還有誰敢在京都裏 聖上的眼皮底下來刺殺我 藤子晶也不回頭 躺下頭小聲地問到 去哪裡? 范霞望了黃啟年一眼 黃啟年小聲地說了地名 然後解釋到 這麼巧合 大人看上那幾位學生 都住在同一家客棧裏面 馬車在蝶衣行外 就停下來了 天空自眾還在下雨 范霞下車之後 和藤子晶兩個人 撐著油紙傘向裏面走過去 黃啟年早就已經消失在人群之中 這個蝶衣行 是外來的那些京都舉止 最居的地方 今天京日邊又爆發了一場科舉弊案 所以就更加人聲鼎肺 人山人海 逼得狠狠 范霞舉著遮 小心翼翼地沿著街的這邊走過去 借面略略地向外傾斜 免得遮上面的雨水 落到街邊屋檐之下 避雨的小販身上 借過借過 一位身材受傷的讀書人急急忙忙地喊著 手裡拿著兩壺酒 插過范霞兩個人的身邊 向前面拼命跑 竟然不理得天上邊下落來的雨水 只是這個人路過那時 轉磚頭看著范霞一眼 范霞舉著遮 看著消失在雨中的那一人 拎了拎頭 他笑著說 這個跟當年畢業時的那班電腦幾次 只要一考完試 就要狂醉一番 他秒罪秒罪 這些遺憾當初因為自己的身體原因 沒辦法參加學校的畢業演 騰志經聽得不太明白 但依然很恭維地解釋到說 可能是郭佑芝倒台一事 令到這班學生那麼興奮 郭尚書的風評很差的 范霞很隨意地向前走 看著那個好像很喜歡 在雨中散步的公子戈爾 騰志經笑著說 京裡邊的官沒有幾個口碑是好的 莊裡邊有句俗話 如果把六部的官員排隊去斬頭的話 恐怕就只有一個是冤枉的了 范霞吭吭一笑 心想前世那時也有這樣的笑話 也打趣著說 這樣你說我和父親是否冤枉那個人 世人皆知 先南北犯見先為戶布侍郎後為尚書 不知道從國庫裡勾出多少錢 如果說大貪官的話 范霞的父親和愛婦 只怕就逃不出前三個名額 但是這樣的說話 鄧子經哪裏敢說 聽著少爺的一個問題 他的冷汗就從後尾枕裂出來 苦笑著說 少爺 小人失言 你千萬不要介意 貪官怕什麼 世人不怕貪官 只是怕這個貪官貪得無能 公子 你這樣說話就不對了 突然之間有一個人 一點都不客氣地 在旁邊捐入了范霞巴傘裏面避雨 手裡捧了一個紙包的燒雞 燒雞那種香氣 連這個漫天的雨絲都蓋不住 魚一直在那裸 行人裏的幾把傘 好像幾多很可憐的花在那裏開著 范霞微笑著 望了一眼這個妄撞的年輕人 發現對方身上已經濕了一大片 於是也沒有說什麼 如果對方真是一個壞人的話 在之前的那一剎那 范霞至少有五種方法 可以令對方馬上喪失行動能力 但很顯然 這個只是一個賣燒雞 去照酒席的窮書生 於是范霞也沒有停步 他自散向前面走 他走得很瀟灑 那位逼在傘裏面的年輕人 也很瀟灑 竟然沒有多說一句 他向范霞的右邊 借著他的傘裏 當著頭頂的天空 神態自若地向前走 就這樣 和一把傘裏向前走了十幾步 范霞就越來越覺得 這個年輕人的性情有點可愛 如果是一般的書生 哪會這麼傻撞 轉到人家把傘下面呢 而且從沉默地走出幾十步 竟然一些不自在的神色都沒有 於是他微微地側了側頭 很仔細地打亮了一番 發現這個年輕人生得很普通 即是兩道眉毛非常濃 就好像被人用毛筆厚厚地塗了一層 藤次經落後兩步地跟著 一個傘下面的兩個人 依然沉默地向前走 不知道在比拼內心還是什麼 始終還是扮閒微小地問到話 之前說的不妥 不知道哪裡不妥呢 看到傘的主人說話了 那位年輕的書生 極為之有禮貌地笑了笑 他說到 官如果貪了的話 自然就不會把心思放在正事之上 所以如果想貪官有能的話 只怕這個本身 就是一件極為可笑的事 范霞笑了笑 發現傘下面並不可以容低兩個人 身邊這個年輕的書生 右邊的肩膀已經濕了一大片 於是亦靜靜雞 將花傘向他那邊挪了一挪 令到話 貪官就算疏於朝政 都比那些什麼都不懂的人 做了官之後 亂搞一通會好一點 第249章 閃亮的日子 上 那個年輕的書生 一挑眉頭 似乎有些不明白 只要肯做事 怎麼都比荒廢正事要好一點 范霞捉緊遮被人的手緊張 令出寧頭說到話 一條河堤 如果不收的話 大概隔幾年就會缺一次 如果一個不懂得收河堤的清官 在河堤上面亂收緝 可不定每年都會缺幾次 你說那些賢河居住的百姓 到底希望上面是一位無能的勤勉清官呢? 還是一位無能的懶惰貪官呢? 年輕書生一時雨失 等了很久之後才可可一小 他講到話 這樣只怕是一個特例 一任父母官 怎麼都有些事是必須要做的? 譬如亮田發亮 除災濟民 斷重缺肉 如果是一個懶官的話 這個治理之下 只怕亦會亂七八糟 凡閒笑了笑 他講到話 所以關鍵就是在於能力 反而不是清還是貪 其實那些看法亦不見得是正確的 說回來 都是受了前世那些官場小說的影響 但這種論點 在如今的慶國民間 反而頗為新鮮 那一位和他貢姐之下的年輕書生 亦不免來興趣 他追問到話 這樣如果一位官員有能力 但是就十分之貪腐 難道朝廷就有他了? 不知道為何 但范閒聽他這樣一說 就恨起了自己的岳父大人 各位慶國著名的奸相 林若浦 世人皆知其貪 但陛下就心知其能 故而一直任用至今 再想回這個年輕書生文的問題 亦只可以任聚領頭說到話 理智本來就是艱難繁複之事 哪有簡單的辦法? 不過如果只求朝廷監管自修得讓 這樣就正求官場之上一片清明 這樣就未免有點異上天開 朝廷如果加大監管力度 難道就不可以防止貪污了嗎? 他那堂很粗的眉頭走在一起 簡直就可以夾死蚊 就譬如說 今日那位禮部尚書國有之已經入獄 如果鑑查院前幾年就好像如今一樣 課長的風氣又怎會敗壞成如今一個模樣呢? 范閒其實在政治方面也沒有什麼高見 但骨子裡就有一些清談不拍五角的糊塗境 他慶止一起 接著就說下去 如果鑑查院院長陳平平向國有之行距 叫他的子侄被鹿入頭等之中 及人家說叫誰去監管這件事? 年輕書生不以為然 他說道 自然就要閉下神木如殿 范閒就更加不以為然 他說道 以一人治天下 騙得來這麼容易 其實他也清楚 皇帝一定有暗中的手段 在製行獨大的監察院 這種手段入面 甚至還可能包括自己的父親 一直沒有顯露出來的力量 但前世一些清潔的政治觀念 令到范閒對皇帝這種工作 亦有點恥之以備 盤利就不認為 將天下是在碗中的肥肉天子 會有這樣的閒心去理會官場上所有的不公 他隨意經過閒路的山下兩個人 來到一間客棧的外面 各位年輕的書生溫和一笑 他說道道 多謝公子半傘之此 我已經到了 范閒將車側了側 瞄著一眼客棧上的店名 發現真的對 居然也是自己要找的地方 他笑道道 我和你一起進去 我要去客棧找人 客棧的名字 好俗 好福 亦很大宗 叫做同福客棧 同年輕書生入客棧的時候 致露了對方叫做史善立 亦是這次入京的老生 即是范閒這個時候 不方便說出自己的姓名 所以 亦只能和對方說自己姓范 范公子過來找什麼人 史善立這時候 即是從這位公子身上的服飾 發現對方一定是一位權貴子弟 所以說話 亦不像之前在車下面 無拘無束 反而多了幾分矜持 我來訪友 不方便多說 日後有緣才再見 他說完這句話 向范閒走一例 就向客棧前堂角落走過去 那裡有一圍酒菜 桌旁邊有兩個學生的樣子的人在鬥走 旁邊有一位已經醉到不省人士 趴著桌在睡覺 看到這些人在酒桌之上 並沒有擺放什麼菜餅 看來是在等史善立的燒雞 范閒雙眼一瞎 就看清楚那張桌上 最左的就是自己要過來找的楊曼妮 他明明一笑 竟然也跟著史善立 向著那圍桌走過去 史善立並不知道 他還跟向自己的身後 把油紙包好的燒雞 向桌上面一放 對著停下來的兩個人 笑鬧到說 好你的侯桂尚 叫我送菜過來 都不留些酒給我的 侯桂尚笑到說 我這個酒也是之前香港裡打過的烈酒 品味就不太好 但份量就足夠 來和你介紹一下 這位是山刀路的才子成佳林 他對著手伸向成佳林的方向 但就很錯愕地發現 史善立的背後 站著一位滿面笑容 清瘦無比的公子戈爾 偏偏一位公子戈爾 看上去似乎還有點眼熟 侯桂尚很疑惑地問到說 師兄呀 這位是 史善立微微一呆 轉轉後才發現 范閒竟然跟著自己 走過來酒台這邊 他苦笑著說 范公子只是借了半邊而已 不至於還要收避雨的錢 范閒看出對方 似乎對自己還有點避忌 他也猜到自己出身豪歸 不敢太過親近 於是他就笑著說 不敢收錢 真是看到使公子帶過來的燒雞 卻有點流口水 史善立無可奈何地說到說 范公子不是來找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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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公子就是碰公子